洛基山马路路荣 加拿大国字号食疗贵宝 天涯 幼稚 路荣人生炖老鸡 先准备一只老鸡壳 加两块猪骨头 用铁锅先把鲜肉汆水 去一去肉里面的血污和异味 这个汤非常适合产后妇女自补 我第一次吃路荣就是大儿子出生 我妈叫我买些路荣炖鸡给太太吃 对于妇女产后恢复身体身材 伤口愈合非常有利 记得我当时买了一两路荣 买了几只鸡一天炖一只 鸡肉就一家人吃 鸡骨头就拿来炖汤 主要是给产妇吃 我自己当然也会尝一尝 但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汤有一种路荣的特殊香味 非常好喝 这些煲汤的骨头汆好水之后 我就要准备多一点姜 按照广州人的传统认为 产妇有风 要用姜来驱风 所以产后的妇女所吃的饭菜 都要多放一点姜 刚生完小孩的产妇 第一顿饭就是姜炒饭 烧红这个炒锅 不要放油 把骨头和姜放下去干炒 炒到骨头有点焦黄 放入发雕酒 蘸过酒的肉香味就马上跑出来了 这样包出来的汤才会相容 产后连续吃了一个星期以后 第二个星期就隔两天炖一次 第三个星期就隔三天炖一次 第四个星期就一个星期炖一次 就这样一直吃到小孩子满月 那一两路荣也基本上吃完了 我妈出生的家庭环境比较富裕 有产后吃鹿荣这种家族传统 所以我太太和我的姐姐产后都有吃过鹿荣 我妈说鹿荣会帮助妇女产后排淤血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加拿大大学研究证明 婴儿大脑发育有两个高峰期 一个是人孕期 一个是哺乳期 所以怀孕的时候和坐月子的时候 服用鹿荣 鹿荣中的多胎 唾叶酸和肩蛹里面的亚麻酸 对婴儿的大脑发育有帮助 一般人认为鹿荣非常的昂贵 其实你每天只需要吃几颗 现在的生活条件谁都吃得起 只是你知不知道鹿荣的营养价值而已 买一两鹿荣可以吃到小孩子满月 满月后就不需要再吃了 等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每年秋冬季节再吃一二两鹿荣 保养一下身体就足够了 让你小得一点病痛 省下一大笔看医生的费用 还是挺划算的 汤在锅里已经烧了十五分钟了 把汤里面的油和泡沫都撇干净 现在要把汤倒到炖中里面 再放入一些玉竹和桂圆肉 再放两只花旗参就可以拿去炖了 要顿四个小时 最近我拍了这个鹿荣系列节目 我请教了加拿大鹿荣专家 他们推荐我看一本书 这本书收录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通过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应用 来检验鹿荣的功效 里面记录了非常的具体 包括这个实验的目的 根据传统医学记录的鹿荣的各种功效 这里记录了实验或者临床是怎么做的 有用小白鼠和家兔来做实验 检验他们喂食了鹿荣水之后的生理变化 加拿大沙斯卡通大学做的实验也证明 服用鹿荣水的白鼠对比不服用的 生出来的小白鼠没有长畸形 没有腰结 神经反应能力形成很快 更明显的是骨骨长度平均长百分之十五 这里还有人的临床应用 好像这里就是25-40岁男患者 使用鹿荣所增加的精子数量 这里是做实验的机构 有加拿大大学 韩国、日本的大学 这些是做实验和撰写论文的科学家名字 也有很多是中国人的名字 还有论文发表时间和科研杂志刊物 这些都是公开发表的论文 大家可以在网上收到 刚刚上一个月又传来了一个重大的喜讯 中国科学家在鹿荣的提取物理 发现了助生长抗衰老的化学成分尿干 中国科学家在骨络肌肉生长 皮肤美容抗衰老机制研究再攻下一城 还有这一本是养鹿技术手册 里面有讲到多大面积养多小头鹿 怎么样让鹿群奔跑 尽量模仿鹿的自然生长环境 和鹿群的公母幼宰的比例搭配 只有这样养出来的鹿所产的鹿荣 才有最高的营养价值 加拿大不提倡大量的密集穿养鹿 太密集就需要用抗生素来防病 有很多人认为鹿荣不能够给小孩子吃 吃了小孩会提早发育 这是吃了使用人工激素和抗生素的鹿羊 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在加拿大没有这样的情况 加拿大非常注重食品安全 绝对严格禁用人工激素和抗生素 只要是政府认证的鹿羊加工厂出的鹿羊 都有传过程严格检验和鹿园的跟踪 男女老少都可以放心食用 加拿大鹿羊只是一个营养丰富的自补品 不是药不可以治病 有病还是要看医生 我在这里推荐鹿羊美食 只是让大家多了解加拿大这一座 有丰富天然优质资源的宝库 好好的享受加拿大的健康生活 炖了4个小时 我的鸡汤基本上炖好了 我要趁热打开盖子 放20来片鹿羊 这个炖中比较大 可以足够10个人喝 每人大约几片鹿羊就够了 再把盖子盖上不用加热了 就用汤里面的余温泡半个小时 鹿羊的味道就会跑出来了 这个汤的味道非常的香浓 非常好喝 补气补肾补血补干 鹿羊人生炖脑鸡就做好了 我的频道还有更多其他视频 欢迎搜索观看 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下次再见